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第一季的盈域业绩,该公司带来的是警钟续号。 从第一季报可以看到,台积电的库存消化落后于预期时间表。 而7奈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的需求,甚至也结束了长期的攀升势头,掉头向下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,近日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上称,在第一季度,7奈米及以下制程的库存消化慢于预期。 在当前晶片过剩的普遍认知下,台积电的同换难依然让市场觉得寒气十足。 5奈米和7奈米制程工艺,在第一季度中对台积电的收入贡献比合计减少三个百分点。 两者对台积电的收入总占比仍然高达51%,不仅是收入支柱,也因为具有溢价权而贡献主要利润。 因此,市场十分担忧,这种下滑无法得到控制。 魏哲嘉随后解释称,先进制程主要集中在高效能运算HPC和手机上。 这意味着,其内全球手机市场的萎缩,也影响到了台积电的手机晶片客户。 今年首季度,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同比下跌12%,这已经是连续第五个季度出现下跌。 手机主晶片SoC设计商可能会将订单送往台积电、三星、英特尔等不同的代工厂,但台积电在高阶手机晶片方面的高占有率是公开的秘密。 如果高阶手机这部分重要客户无法抗拒下行周期的打击,台积电要如何消化先进制程的库存呢? 对此,魏哲家称,期望射频RF、连接晶片、Wi-Fi晶片等需求增加,帮助消化7奈米制程的库存。 Trendforce机邦咨询一名分析师认为,如面板驱动、IC等产品,因修正周期较早开始,已优先进行小幅度的库存回补。 但目前业界普遍预期,其余产品库存、去化多半将延伸至近年下半年。 晶片周期的难以预测,令外行人也时常听闻晶片的严重库存或严重短缺,变化常常迅速而极端。 例如,在这一轮晶片需求下行的初期,市场原先对中国疯狂封城解封带来回暖,抱有很大期望。 伴随全球经济持续状况不佳,通膨危机来临,加上消费者将收入分配给民生用品和旅游,导致电子消费的需求持续清淡。 那么,台积电是否能持续地向先进制程晶片进行研发和产线投资?目前,台积电依然给出肯定答案。 自从于2019年将7奈米工艺投入量产,台积电开始将英特尔、三星甩在身后,并将距离越拉越大。 如今,他牢牢守住这个领导地位。此外,为这加成,台积电将在2奈米方面持续维持世界领先的地位,并将按期投入量产,预计在2025年将产量提升上去。 市场份额方面,他相信他们还是会占很大比例,但他不能告知具体数字,总之是很高的百分比。 尽管面临着很难预测的市场,但台积电的诸多计划却仍在实行之中,其中包括造价高昂的美国建厂,先进制程产线扩张等。 投资者关心,台积电如何挽救投资回报率,维持利润率等话题成为关注焦点。 一大聚焦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。 该工厂于2021年6月份开始动工建设。 2022年下跌封顶,原计划于2024年开始量产4nm晶片。 然而,由于行情不佳,如果过早进入量产,这个工厂可能会较难实现收支平衡,市场担心其成为台积电的利润率拖累。 台积电财务长认为,在最初几年,成本会比较高。 他之前说过,建筑成本可能会是台湾的数倍。 既然如此,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? 其给出两点理由,首先,这是他们带给客户的价值,也就是全球扩张。 第二,随着规模效应,成本会被摊脱。 此外,台积电在高雄、日本也有持续在建设的厂房,并且有在欧洲建厂的计划。 总裁魏哲家称,台积电对于扩张的计划是灵活的,主要依据是风云莫测的市场变化。 例如,原本计划新建28奈米产线的高雄厂,要依应市场需求,调整为先进制程。 魏哲家披露称,台积电的28奈米产线,如今只为客制化需求而服务。 这反映,该公司更倾向于将自己置于技术龙头的位置。 无论是日本厂房还是南京厂房,28奈米产线是专用的。 未来在欧洲,因应汽车晶片的市场需求,他们也可能进行成熟产线扩建。 有投资者质疑,台积电是否会因为居高不下的成本而向客户提出加价。 魏哲家回应,海外的成本在增加,但台积电的定价依据是与客户的长期战略关系。 另外,他们也与他们的供应商达成价格协议,以便控制成本。 他认为,即便如今的环境下,他们还是能控制成本。 有奈于该公司对成本、溢价能力等因素的综合考量。 目前,台积电依然维持2023年资本支出为320亿至360亿美元。 相信这是合理的范围,也是当下经济环境里谨慎的选择。 同时,他称,台积电长期毛利润率目标仍维持53%不变,会为此做出努力。 今年1月,台积电在股票市场上一度受捧,成为一支ChatGPT概念股。 市场相信,台积电将受惠于为HPC和AI市场制造高效能晶片。 不过,台积电认为,相关前景还没到清晰的时候。 他们一直在观察AI方面持续上升的市场需求,这也可能帮助消化库存问题。 不过,如果有人让台积电现在就量化AI的机遇为时过早,其对市场的热情表示谨慎。 台积电为AI晶片设计商会搭带功高效能GPU,或者被OpenAI等知名的人工智慧开发商用于大模型训练上,市场需求较为庞大。 State of AI此前在一份报告中称,Meta拥有21,400块V100GPU,Tesla有7,360块A100,这反映大模型训练商可能普遍需要。 这种规模的挥达晶片才能参与到行业竞赛中。 眼下,挥达、DMD以及全球多家AI晶片创业公司都在为争夺人工智慧市场而努力。 而这种市场需求给台积电也带来了潜在订单。 尽管如此,AI市场的真实需求隐藏在台积电的财务报表中,和所有数据中心的需求装在一个会计箱下计算,台积电并无打算将这块业务进行单列。 虽然,AI让他们进一步相信,HPC会成为未来趋势,但是依赖大语言模型的ChatGPT塔只是一个新的应用。 魏哲家称,他们此前曾预测HPC的年化增长率是15%至20%,但是AI的机遇还不足以让他们给这个数字增加点什么。 AI晶片的功能还在持续扩展,从当下的模型训练下一步向推理迈进。 魏哲家称,不管哪种方式,都意味着需要高效率、高速度的运算。 台积电希望在未来几个季度里能看到更清晰的图景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。